马总统的母亲秦厚修女士 今天晚间病逝在万芳医院 而遗体渔网第二殡仪馆 也让马家的亲友进行吊咽 马总统准备倾坐轮椅 低头擦拭眼泪 详细情况连线记者黄渊源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这个马英九总统的母亲秦厚修女士 因为这个慢性肺部肿瘤并发呼吸衰竭 在今天晚间6点16分的时候 在这个万芳医院离开人世了 那么享受是93岁 那么在稍早大概7点57分的时候 总统也来到了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 那么因为这个马老夫人的遗体 就在刚刚的时候也同时来到了第二殡仪馆 那么透过画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总统 她的这个表情是相当的沉重 心情相当的悲痛 而夫人周美清则是坐着轮椅 也来到了第二殡仪馆 看起来像是这个脚上有伤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夫人周美清 现在进去的时候呢 也是频频的擦眼泪哦 表情看起来是相当的悲痛及沉重 而在这个马老夫人呢 来到了 秦老夫人呢 马老夫人来到这个第二殡仪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总统是 一直一直都待在这个门边 一直等着这个马老夫人的遗体呢 送进去 那可以看到总统她的这个表情 心情是相当的沉痛 那么根据消息哦 其实在这个稍早5点55分的时候呢 总统其实就已经到这个万方医院 等着这个妈妈 那陪了再来夫人二十几 马老夫人二十几分钟的时候呢 送妈妈离开的时候 根据在场的人士转述 总统的心情可以相似 说是相当的沉痛 相当的悲伤 离开病房的时候 可以说是泪流满面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总统 她的表情也是相当的沉痛 而这个秦厚索女士呢 她的丧事呢 未来马家将会比照这个 总统的爸爸 马赫玲先生的方式来办理 那么已经决定了 是不发铺文 不设灵堂 那么也晚谢各界的花篮 并且也不设这个智商委员会 一切将从简办理 那么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各位观众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新的画面 感谢观看